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我今天就要去還神了 真的去還神 我自己本身是不相信鬼神 為什麼會還神呢? 事情就是這樣的 我嫂子是個非常迷信的人 所以她無論做什麼都會去求神問迷 她之前是上生男生 中國人傳統上生男生 她就去問人家去哪裡拜神嶺 所以她就聽人家說 那裏的南海觀音很美 拜完之後回到爺真的生了兩個男生 所以我哥和嫂子一直都會去那邊 每一年都會去那邊拜神 樓上有個阿姨 即是我媽媽的朋友 她就聽到這麼美 她都是中文傳統的 姐姐都是想生男生 不是都是想生男生 我跟媽媽一起去那裏拜 我那一陣子腸胃也不太好 生意也不太好 我媽媽就和我一起去那邊 記得那時候去拜買了一顆超大顆的香 然後拜的時候我還說了幾句 希望順利健康 生意越做越多 如果成功了的話 今年年尾之前會再過來這裡 拜多你一次月環神 我回來之後一年開了九張單 當時我覺得是幸運到 早上一份成就有行家打給你 然後找你合作 然後自己談都不用談 那就得了 當時是幸運到這樣 我差了沒有去買六菜 樓上的姐姐都生了個男生 生了個龍鳳胎 超神奇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那邊環神 現在就準備去找我姐姐 然後一起開車過去那邊 那我們來到 大家看看這個 就是我們的園區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買門票 還有去乘搭這裡的旅遊車 然後就上去拜神那裡 真的很神奇 每一次來的時候 都是有一點點雨 但是每一次來到這裡 雨就會停 今次也是這樣 大家看到有些人在這裡淡借 但是我們一來到之後 雨就停了 神奇 你們就上來吧 乘搭那個遊覽車上來大概10分鐘左右就會到 大家看到那邊呢 那邊已經遮住了 那邊就南海觀音就是那邊 我們現在就過去那邊 走過去也有一點點距離 那這個環境也很漂亮 那這個A5的國家級公園 大家看到它這邊呢 是還有人在這裡住的 在這裡有些農家飯 那一會兒有機會的 我們下去試一下 不過我們應該在上面那裡吃些債菜 好冷 這個就是我們的南海觀音 那我現在都準備去拜神了 那這個過程呢 就不跟大家錄 那就是啦 那老實說 我到現在呢 其實都是不相信的 但是為什麼會過來呢 就求心靈上的一個心安理得 但是我這一段時間的運氣 是確實 確實是好了 我覺得信天主啊 送佛啊 這些都是一個心靈上的一個位置 看來這個信用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呢 他真的可以支撐一個人走下去的動力 同一件事啊 可能一個人是做到的 但是因為他 沒有信心 不相信自己 可能就會失敗 那相反啦 同一件事 如果一個人是 他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相信 那就反而是可以創造到奇蹟 那當然啦 拜神這件事 可能你拜完之後的心情啊 心境啊都舒坦了 可能你做活動的時候 騎多了兩分鐘 在傳單的時候 派多了幾張 跟客人聊天的時候 聊多了兩句 就會衍生出一些的成交 個人就會開心了 心境好了 自然健康都好了 那這幾樣 你一看來好像是不關事的 但事實上又好像是關事的 當然啦 就算你拜完上之後 運氣真的好 但是你自己如果心境上是沒有改變到 是各方面沒有下過苦工的 就算機會來了我們也是抓不住的 那就好像我自己的記單那樣啦 如果沒有熟過舊盤的 沒有專業的分析 沒有經營的口才 還有沒有水器的念碰的 那我那幾單都成交不了的 我說了那麼多東西 不是為了要讚我自己 OK 少少 但是我想說的是 前提是要你自己 真的有做足功課 否則機會來了也是沒有用的 那拜完神之後 那心情是舒坦了的 那如果大家 生活上有遇到什麼 不開心的 不如意的事 都可以過來這裡 拜一下神吧 那OK 那這個示範就到這裡 各位 我阿Sam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記住 求子觀音 和恩怨好像是上面那裡的 今天我們拜拜 記得貼金啊 記得貼金上到來